第一个,变成我妈多在SR7下面,按右键 你变成要增加一个,我们之前讲过MTV 那我们今天只有处理V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T的部分 就是那个版面页面 所以这边的话请你,位置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个SRC,这边按右键 新增一下资料夹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做过那个啦 只是这个如果今天要重做的话 我们要重新新建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可能要记一下 一般习惯是叫Template 加一个S 这个是样板 S会有很多样板 所以以后的话就利用那个样板 显示你要显示的东西 就OK了 所以第一个按确定 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将来呢 会有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里面的话就显示什么 欢迎光临 某某某这样 或者是Hello某某某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们是切到那个页面去 那怎么样让他可以显示那个东西 基本上我们按右键 一样把它新增 新增什么新增一个档案 那档案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叫做 Hello 3 第三个练习 那档案名称的话 一般网页是点html 或html 反正这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反正你就选 就html好了 Hello 3.html 按完成 不过 这个Eclipse预设是会直接把这个浏览 把它当成一个网页 所以会用浏览器把它打开来 有没有你会发现它自动就打开来 里面空的啦 记得把它关掉 你会发现在这边 它会变成一个地球的形状 你点开它又用浏览器开 所以记得这边开可能要用按右键 我们把它开启的工具 用文字编辑器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啊 理论上应该是 做网页 应该是用像Dreamweaver软体啦 不过因为 因为现在比较单纯 我们暂时呢 可以在这边打一点东西 比如说我希望呢 这个网页里面 它就很单纯 它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 简单的像 我这边有放一个 在这边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进一个版型 在里面的话呢 先 这个就是我们网页里面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我如果希望呢 欢迎光临什么 那我可以再 把这一段复制贴过去好了 我们直接 从这边来看会比较简单一点 理论上应该一个网页 一定需要 什么呢 那个 HTML开头 HTML 然后呢 最后结束的话 一定也是 HTML结束 这边一定会有个结束符号 一个头 一个尾 里面的话呢 就是BODY 不过 我印象中 像这些不打 程式执行也不会有问题 BODY到BODY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把这个 那当然 这地方呢 会有一个网页的结构出现 那里面的话 我们会放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就是 H1指的是标题1 欢迎光临 里面的话 再放一个大刮壶 里面再放一个大刮壶 里面有个参数叫 Username 那也就是说 我们待会是这样子 当我 给他一个网址 Halo3 后面一样传递给他一个 参数名称 那我就把那个参数名称 带 帮我带到哪里呢 带到这个网页里面 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来看 所以 请各位 第一个 先在 在这个SRX上按右键新建一个资料夹 名称叫 Templates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个Templates里面呢 增加一个网页 网页里面的话 就打一个很简单 关键 最重要应该是这个 大刮壶大刮壶 两个 里面呢 放个 Username 那待会我们要从 另外网页 把参数丢到这个网页里面 画面先放给各位 试一下 看到最后结果 是什么 Halo3 里面有个 Terry 他就欢迎光临 Terry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是转到另外一页面 这个页面 实际上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那个 Halo3.html 拿来秀出来 然后再把参数丢过来 可是要做哪些事情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 刚刚 主要是建了什么呢 建了一个 Templates 这个目录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边加一个 Halo3 记得 你要把它开启 你不要点两下 那点两下 它开起来会是那个网页 除非说你有做过一个动作 按右键 开启工具把它改成文字编辑器 不然它预设会是浏览器 它就会像这样子 会有问题 那第3个的话呢 记得因为你加了一个Templates的目录 那目前 系统里面呢 不一定知道 你有加了这个目录 所以记得 你要在这个 Setting里面 特别叫Settings 这边里面有一个叫Settings Settings里面呢 你要告诉他 刚刚往下拉 我们刚刚 这边有个Base dir 就是你那个目录 所在 就是你跟目录放哪里啦 OS配置 它会自动去抓 那在这个底下 我们有增加了一个 叫Templates 的目录 所以呢 请你在这边往下 找到有一个 在第55行 这边有个叫Templates 它原来预设的目录里面 这个中瓜糊里面是空的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呢 这里面的话呢 我在哪里呢 在OS里面 有一个Pase 请你帮我把它 继续进来 那名称的话呢 就是叫Templates 不过这一行特别重要 千万不要打错 或者 千万不要忘记没打 如果没打的话 假设 如果你没有打或打错的话 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其实你会发现 Debug会告诉你 有没有 Templates Donuts is 有没有发现 它找不到这个目录 所以 如果你没有加这一行 它会出现这个 所以 请你把这个地方 加一个 叫OS.Pase 把 预设的目录底下 加上一个什么 Templates 名称特别重要 记得不要打错 这一行如果你担心打错的话 云端上面 也有帮各位把 这个地方这一行 其实就是这一行 黄色Mark这一行 把它贴过去就可以了 这样他就知道 有一个目录 叫Templates 它会在底下去找 HTML Hello3.html 那做好之后 最后我们就把程式加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 就切到哪里 切到ULS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Hello2吗 其实你只要把Hello2 复制贴过来 把Hello2 改成Hello3 第一步就完成了 其实ULS这个 比较简单 比较困难一点的话 就是在Views 一样要加一个 SayHello3 但是这个SayHello3 跟那个SayHello2 有什么不一样呢 特别注意 一把这个SayHello2 复制 贴过来 这个底下 改一个 Hello2 改成3 最大的差别是 本来是 HTB Respond 意思就是 把后面的文字 直接输出到 浏览器就可以 现在的话 请特别注意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转换 到另外一个网页 所以转换到另外一个网页的话 特别注意 它用的是哪一个呢 本来是用Respond 它预设会有个 已经帮你Import了 叫Render 这个Render意思是 帮我转换 到另外一个网页去的意思 那我们就怎么样 告诉他说 这个Render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后面填上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答案就是说 你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样 用Request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一样用填的 填上三个东西 一样你会发现 Request给它 所以把这个Request 丢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 你那个网页的名称叫什么 它会自动去哪边抓呢 去Template里面 去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目 所以 特别重要 这个名称要一样 如果找不到一样 它就会出现错误 第三个讯息是说 那你这个网页放哪里 那我们可以用Local Local指的是 就在我的根目底下 那你去找找看 它就会自动 帮我找到那个 HTML3的这个网页了 找到之后的话 那其他就完成 完成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一样把它全部save 一样呢 再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 HELLO3 其实网址 一样是 只是把HELLO2改HELLO3 那改一下 这地方 其实一样 就是 这边 我一样输入这个网址 把HELLO2改成HELLO3 一样传递一个参数给它 然后把它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转到 HELLO3.html 然后呢 并且 把它的那个 这个讯息改过了 其实就是 传到 这个 HELLO3里面 所以这个